如果你想搭建一个在线销售产品的网站,那shopify是我最为推荐的解决方案之一。 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期视频,来快速地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搭建成功一个shopify的网站。 shopify的网站呢,是一个可以让你非常安全的,非常无后顾之忧的销售你的在线产品, 而无需你知道任何的网站设计的技巧和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随着shopify呢,不断地增加它的产品和功能,shopify已经是现在市面上来销售产品的这些平台中的最为强大的一个。 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把我们自己来搭建shopify网站的这样的一个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如何来搭建这样的一个网站吧。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来到这个网址,乌桐.ca-shopify。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shopify的一个非常好的营销计划。 它是呢,你可以用shopify免费三天,但是呢,只要一美金就可以再次使用一个月。 这样的话呢,给你充足的时间呢,去了解shopify是不是适合你。 然后呢,你可以用shopify来做什么。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计划哈。 我们现在呢,你就在这里输入你的email的地址。 然后呢,我们点击开始免费试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进入这个过程之后呢,shopify呢,就会有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来帮我们去搭建。 很快呢,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网站的后台。 第一步呢,我建议大家呢,在右下角看到的这个,你的免费试用刚刚开始。 在这呢,我们点击选择一个套餐。 我建议呢,大家从这个用一块钱选择套餐来开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套餐。 这个是可以随时取消的啊。 但大家呢,尽量去享受一下这个一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只有三天的时间呢,大多数的人都不会了解是不是真正自己需要的。 那我们选择这个basic。 如果呢,你想要享受更大的优惠呢,你可以用按年的方式来节省。 但在这呢,我就只付一块钱,然后呢,来保证一个月的使用。 那我们输入信用卡信息之后呢,就点击订阅。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订阅就成功了。 大家可以用一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呢,去使用它一个月。 这样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填写一下自己的这些基本的信息,就可以开始了。 大家要记得,如果不用这个套餐的话, 大家可以在自己决定不用的时候呢,随时来取消这个套餐,以免它自动付费。 好了,那我们在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现在网站的后台。 大家会发现啊,因为乌同给大家的地址呢,是中文的。 所以我们进入这个shopify之后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中文的后台页面。 所以这样呢,会帮助大家非常容易的去了解它每一个这个地方是在说什么事情啊,非常的容易上手。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简单的调查,我可以直接点不需要设置帮助啊。 大家可以在以后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去完善它。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开始去介绍大家到底如何来设置这样的一个shopify的一个过程了哈。 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快速的去了解,呃,如何使用shopify。 那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呢,就用shopify的外观来给大家来介绍哈。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线商店,左边的销售渠道,点击在线商店。 在线商店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了,实际上shopify呢,是,呃,有给我们默认安装了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也是,呃,很多的著名的商店也都在使用的这样一个主题。 它是免费的,但它是shopify官方出品的,质量非常高。 我们在这呢,可以使用这个主题。 如果你不想使用这个主题呢,你也可以在下边的这个,呃,模板库呢,去选择购买模板。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选择访问模板商店。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在新弹出的这个窗户中呢,选择相应的模板商店。 这个里边呢,我们有免费的,还有付费的,有很多高质量的主题。 那大多数的shopify的这个,呃,模板呢,都是价格蛮贵的。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风格的话呢,你可以先等等,先用shopify免费的这个模板就不错。 当然了,如果你想用这个任何一个模板的话,你可以点击啊,相应的模板。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儿点击这个try theme,然后呢,就可以去安装到你的网站上。 你可以使用它,如果你喜欢的话,再去购买它,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但是我建议大家都从免费的来使用就可以了。 很多著名的网站也都是在用免费的模板,做够用了。 那我们现在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去编辑你的在线商店。 还有很多的设置呢,我们在待会编辑的过程中呢,就跟大家一起介绍了。 首先呢,想要编辑任何一个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可以点击这个自定义。 这样的话呢,就直接跳转到了我们shopify的这张编辑页面。 其实编辑页面非常的简单和直接啊,而且经过这几年的变化呢,变得越来越清爽了。 也就是重点非常的突出。 其实它是左中用三栏啊,往左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section的区域,也就是模块的区域。 在所有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模块呢,实际上在左边都有相应的这个标示。 打个比方说,当我鼠标哪怕只是暂停的时候呢,它会直接跳转到右边这个高亮的蓝色这个位置呢。 那大家会发现,它就会给你高亮出来,你就知道哦,左边这个对应的是哪里,右边的这个模块点击左边对应是哪里。 所以非常的清楚。 当你点击任何一个模块的这个时候呢,你也都可以在右边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模块是有哪些的可编辑的选项。 有的编辑选项非常的丰富。 然后呢,还有加好等等等等,就是可以添加这个区域。 那我们待会给大家一步一步来演示啊。 那么呢,这是在我的桌面电脑现在显示的这个编辑页面,也就是说展示的也是桌面电脑的客户打开的时候显示的样子。 那右边右上角呢,有一个这个手机的标志,也就是移动设备。 那我们点击这个,都可以预览一下手机和移动端的客户来访问我们的网站的时候,它到底是显示的什么样子。 当你在添加新的模块进来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的直观的看到在手机端是长什么样子啊。 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手机端的问题,因为呢,如果你加的是Subify自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模块进来之后呢, 它都是默认适应手机端的,也就是说在手机端它都会很完美的显示,不会有任何错误。 在编辑的时候呢,我强烈的建议大家都从这个桌面端进行编辑,这样的话呢,它会很好的去展现在移动端的。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Subify的这些模块到底怎么来设计哈。 我们先从这个最直观的这个地方入手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它叫图片的横幅,这个图片的横幅呢,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块。 这个模块呢,大家看到,它包括啊,叫图片横幅,上来呢,就是有一个文字的模块,文字下面呢,有一个按钮的模块。 那这个图片横幅呢,有一个大大的图片作为背景,所以呢,它叫做图片的横幅哈。 但是呢,呃,在现在呢,很多商店呢,不是这么来设计的哈。 大家不喜欢用图片横幅的方式,大家喜欢呢,往往用动态的,呃,这种幻动片的方式,来不展示一个,而是多个,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呃,放更更多的,呃,元素进来。 在这里边,如果你喜欢这个呢,你就可以保留,在右边呢,可以选择相应的图片。 那如果你不喜欢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把这个模块删除,大家会发现这样就可以了。 那假设我们在这儿,想找一个这种,呃,幻灯片,或者是图片轮换的模块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呃,加号这儿,点击一个,呃,添加分区。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弹出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呢,就告诉你,哦,你有哪些的分区可以来添加。 我们在这儿呢,想要找一个,呃,我们来加入这个幻灯片的效果。 幻灯片呢,大家会看到,这个跟刚才的图片呢,这种标志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它下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箭头,你可以去随时的轮换。 默认呢,它是有两个幻灯片,我们可以随时再增加新的幻灯片上去。 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增加四个幻灯片,啊,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设计,啊,我们现在呢,想要设计第一个幻灯片的时候,我们可以点第一个,这个,image slide。 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就要修改的就是右边的这个图片,我们选择图片。 这个选择图片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呢,选择浏览免费的图片。 因为节省大家的时间呢,我在这选择一些自己上传的图片。 好了,那假设我们选择这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我们对这个幻灯片呢,进行简单的修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幻灯片,我们被这个文字遮住了我们的后台。 那现在呢,我们来修改一下文字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呢,点击这个幻灯片。 首先呢,我们先取消一下在台式设备上显示容器。 这个容器呢,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背景。 那这样的话呢,就好多了啊。 首先,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再修改一下它的这个位置,台式设备内容位置。 我们在这儿选择左下方。 这是可以的。 那或者我们选择右下方,也是可以的啊。 这样的话,就会显示的效果会非常好。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图片比较深颜色,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更改它的配色。 我们假设在这儿,我们选择深色背景,然后呢,选择白色。 大家会看到,那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了。 其实呢,这个图片的这个幻动片呢,它可以根据每一个幻动片呢,进行单独的修改。 那打个比方说,那我们再去,我们点击保存。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张这个幻动片。 这个幻动片,我们同理呢,再根据图片进行修改。 大家就明白,那这个是怎么来修改的。 首先呢,我们先更换一下图片。 打个比方说呢,我更换一个女士的图片。 那这个女士的图片呢,我们同样呢,要移掉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呢,还是不要显示这儿。 然后呢,我们把整个呢,在左边显示。 那这回它就需要显示黑色的,浅色的字。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效果。 首先呢,然后我们现在呢,再把它挪到左下方。 大家会看到,这就是它显示的效果。 对于这个按钮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呢,要给它增加一个链接。 那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链接呢,我们可以选择产品。 所有产品。 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按钮就变成了一个白色。 这样的话,看起来更加明显。 在这个按钮上面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文字。 比如说,ShopNow。 那这样的话,就感觉更加的这个完善了。 那首先呢,我们更改了图片,然后更改了按钮的链接,然后更改了按钮的样式。 我们在这呢,当然也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下边的文字和它的标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让字体变小一些。 这样的话,看起来更和谐一些。 这个里面呢,也可以自己来增加各种的这种粗体啊,写体啊,包括在这个里面的加入链接也是可以的。 你甚至可以呢,点击这个AI的标志,在这呢,去写上AI的,用AI来帮你去润色各种的文案。 这样的话呢,就会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简单。 好,大家可以去尝试自己AI的功能。 好,那接下来呢,我去加速一下视频呢,把接下来的两个这个幻灯片呢,都给大家加上。 好了,那我简单的给大家设置了一下,这四张幻灯片。 通过这四张幻灯片呢,大家会非常容易的,比如说啊,把加入了自己的各个产品系列, 加入了自己的这种lifestyle,这种风格的这种宣传的效果。 然后呢,也把这个人物呢,跟你要宣传的这个字呢,做一个区隔,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式, 甚至可以保留这样的一个白色的背景。 这样的话呢,大家会开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片头。 这是一个幻灯片的一个非常实用的部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除了幻灯片以外呢,我们还有比如说很重要的,比如上面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标头,我们来看一下这叫公告栏。 这公告栏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域啊。 这个公告栏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写上我们最希望客户第一眼看到的比, 打个比方说我们的促销的信息,我们可以写上这样的一个话语, 然后呢,让客户知道,哦,我们现在店铺正在做相应的这个促销。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信息啊。 如果你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个信息还不够用, 我们就在这再次添加一个额外的公告。 这样的话呢,这个公告就变成了一个轮换的模式, 跟下边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啊,会轮换的显示我们两个公告。 如果不要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删除,也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都非常简单,大家也相当于了解到了如何去设计一个幻灯片, 如何去修改,这个都是非常直观的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区域啊。 因为我们的首页打开就是一个产品的形象的展示区, 那接下来呢,呃,往往我们就会用这个地方的做一个大的分类啊。 比如在这我们要显示自己的大的产品的类别,或者是某一个产品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来怎么修改。 我们呢,现在呢,点击这个特色产品系列。 现在呢,这个区域呢,叫做特色产品系列。 它实际上呢,是显示某特定的几个产品。 我个人觉得呢,在这应该显示更多的啊,产品系列的大的分类。 那如果你是一个单产品的shopify的,那你可以在这只显示这个模块。 但是呢,这个数量呢,你就只显示一个啊,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我只是有一个产品嘛,那放在首页,这个位置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放产品分类,来怎么来操作。 首先呢,我想把这个先删除掉。 我们选择添加分区,添加一个新的分区。 那与其选择一个特定的产品呢,我在这想给大家演示,显示特定的产品列表。 因为在我认为呢,应该选择产品的列表,比产品还要靠先。 这样的话,让客户呢,更容易去定位到自己想要找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选择一个模块叫做产品系列列表。 那这个产品系列列表呢,相当于我们要有很大的这个产品的分类做优先哈。 也就是说这里边展示的都是产品的大的分类,比如说男装女装等等。 那为了想要在这显示产品系列,那我们需要在Shopify后台呢,去建立产品系列。 那在这儿我就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Shopify的后台呢,去添加相应的产品系列。 那我们可以呢,在右上角这个退出这儿呢,我们点击右键,然后呢,在新窗口打开。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后台的这个产品系列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这个窗口呢,还在这儿,我们待会儿回来啊。 我们在后台之后呢,我们先点击左边的产品。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可以添加所有的啊,我们待会儿要添加的这个商店的这个产品。 但产品的下边呢,有一个就是产品系列。 我们点击产品系列。 我们在这儿呢,创建产品系列。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产品的系列啊,是南庄。 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写上,呃,我当然用中文的给大家演示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创建了这个产品的系列。 但是在这儿产品系列,到底有哪些产品呢? 它是怎么选择呢?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呢,就是,呃,到底如何选择。 我们现在呢,先把它设定为手动。 呃,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指定,到底哪些产品是在这个产品系列中。 如果你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产品,你可以选择自动。 你可以用自动筛选的方式,只要符合你设定的这个筛选的规则呢,就自动变为这个产品系列的产品。 为了演示方便,我们先从手动开始。 我们先点击保存。 然后呢,同理呢,我们再去给这个产品系列呢,增加其他的产品系列。 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个woman。 然后呢,我们一样是手动。 然后呢,我们再增加一个新品。 我们来增加一个产品系列。 这个主页呢,这个产品系列呢,这边有一个主页的产品系列。 这个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好了,那现在就我们有三个产品系列。 那说到这个产品系列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产品。 我们在这呢,顺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来在shopify中上传产品。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点击添加产品。 那一个产品呢,最重要的无非是名字、描述,还有各种图片、定价等等的。 大家会发现shopify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参数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把所有重要的参数呢,都已经放到这里了。 其他不重要的参数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填写。 打个比方说,我给大家演示,我们现在要添加一个产品。 比如说,为了简单,那这些叫一个名字。 那这个产品的描述呢,你肯定已经有现成的文案了。 比如说,那我们写上一段文案,给我写上一段文案。 这段文案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可以来写。 也可以让AI呢,帮助我们去生成或者是优化。 当你选择一段文案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儿, 就可以用AI变成了优化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也可以不选择的话,直接让它来去写也可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参数。 那接下来呢,就是上传图片文件。 那假设我上传了这个图片的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来决定哪一张是你这个产品的这个主图。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来拖拽这个效果,非常的方便。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定价。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定价是85元,原价是150。 这样的话呢,会让大家会看到, 哦,这个产品是从150定打折到85的。 这种方式呢,就是让客户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啊。 然后如果你要需要有税收呢, 你就可以来添加税收。 如果你不需要税收呢,在这可以直接去勾选。 然后呢,如果你需要统计利润呢, 那你可以在这标上你自己的成本利润等等的非常方便。 库存呢,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添加的哈。 在这可以填写库存的数量, 这样的话方便你去看啊, 有没有产品还在可以销售。 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式。 在你产品的统计列表中呢, 你也可以看到实时的库存的变化。 这个发货呢,是指, 那我们如果需要通过重量来决定运费的话, 你可以在这写上重量。 还有其他的信息也可以来填。 如果你是一个, 比如说服装啊,或者是鞋子等等大的尺码, 那你可以在这添加尺寸, 添加颜色等等呢, 就可以去增加你这个产品的各种参数下的这个库存数量等等, 包括价值的变化。 这个产品呢,叫做杜属性。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在最下边的这个位置呢, 是有产品的名称, 产品的标题, 然后呢, 还有产品的描述。 这个就是搜索引擎。 什么叫搜索引擎? 比如百度, Google, 它抓取你这个产品页面的时候, 它的展示的样子给你个预览, 这样的话你会非常的清楚。 你可以点击编辑, 然后呢, 你希望搜索引擎在这怎么去写上, 比如也许是个简短的, 也许是另外一段话, 来描述这个产品。 那这个你就可以在这儿来进行修改。 你甚至可以修改这个产品的网址的后缀。 所以呢, 这些工程都是非常齐全的。 我们点击保存。 那么现在再回到这个产品的页面, 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个产品。 为了节省的时间呢, 我再去暂停视频呢, 给大家增加其他的产品。 好了, 那我们呢, 添加了这么多的产品。 那添加产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手动的去增加一些产品系列。 比如说, 我们第一个前三个产品是属于男装。 我们在这儿选择添加到产品系列。 我们选择男装保存。 这三个就已经加入到了男装的产品系列。 同样呢, 我们选三个去添加到女装的产品系列。 女装的产品系列。 然后呢, 最后两个呢, 我们也需要添加到新品的产品系列。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如何上传产品, 如何呢, 设置产品系列。 如何把产品添加到相应的产品系列。 我们再回到产品系列里边。 但是我们发现呢, 产品系列里面现在还没有图片。 我们需要呢, 给它增加一些图片, 因为待会我们会用到。 我们现在呢, 选择男装这个产品系列。 我们给这个产品系列呢, 增加一个图片。 比如说我们, 呃, 增加一个男装的产品系列。 假设这个, 这是我们选择男装的产品系列的标, 标志啊, 我们点击保存。 同样呢, 我们再来到女装, 给女装定一张图片。 比如说我们的, 这张啊, 是女装的产品系列。 同样呢, 我们再给新品呢, 定制一个图片。 我们定制一个新品的图片。 我们保存。 这样的话呢, 我们相当于把产品系列呢, 更加的完善。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回到这儿来选择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产品系列。 在这儿呢, 现在是有三个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的想法呢, 是想把它设计成两个产品系列。 这分别是男装和女装。 而我们现在怎么操作呢? 我们在右边选择这个桌面上的列数呢, 把它改成两列。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每一行就显示了只有两个。 但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想显示两个产品系列。 但多了一个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然后呢, 在右边选择删除。 那现在就只剩两个了。 我们点击第一个, 我们选择产品系列。 在这儿呢, 我们选择男装的产品系列。 那就会把我们刚才的男装的 这种定义的图片呢, 放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选择, 这个没有保存啊。 然后选择保存。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右边的这个选择女装。 然后选择保存。 那这样呢, 就相当于我们把男装和女装的这个大类 已经定义出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客户在进入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男装女装, 自动会跳入到相应的男装的选择和女装的选择其中了。 那这就是给大家介绍啊, 这个产品大类的选择模块, 到底有哪些的方案啊。 好了, 那我们介绍了这个模块之后呢, 呃,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假设你除了这两个模块之外, 你还要添加任何的其他的分区, 你点击添加分区。 其实呢, 在每一个分区你手标划上的时候, 你都可以在外边直接的清楚的看到这个, 这个分区模块长什么样子啊。 所以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增加, 或者是减少你去更改你现有的这个布局。 啊, 这个都是非常直观的啊。 那如果你真的是懂一些啊, 详尽的模板的Liquid的这样的一个用法呢, 你可以在这儿去自定义一些高级的功能啊。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去更改。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基本的模块。 那我除了刚才的这些图片和文字模块之外呢, 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导航模块, 还有下边的这个夜角模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点击导航模块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儿可以对这个导航模块呢, 进行一些修改。 那我们想怎么来修改这样的一个区域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点击更改, 我们选择更改菜单。 然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菜单的一个选项哈。 这个菜单呢, 也就是英文里边的menu,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栏目, 这个频道都是哪些项目, 那就是在这儿来修改的。 我们现在呢, 看到有两个菜单系统帮我们自动搭建的一个叫主菜单, 一个叫夜角菜单。 我们可以对这些菜单呢, 进行一些修改。 比如说我们点击主菜单, 那么这个三个就是主菜单。 我们点击夜角菜单, 那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夜角菜单, 现在呢, 只有一个搜索。 那我们想自定义这个菜单怎么来操作呢? 我们现在还是来到这个后台, 我们现在呢在在线商店, 然后呢点这个网站导航, 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菜单出现在这里。 我们想自定义一个新的菜单, 我们选择添加菜单。 比如说我们选择new这个菜单, 这是我们新建的菜单哈。 然后呢, 我们选择添加菜单项。 打个比方说这个菜单来呢, 我们想呃, 只是想告诉他们, 我们有男装有女装有新到的产品三大分类。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男装, 比如说man。 那我们现在呢, 选择鼠标点击这儿的时候呢, 他就会弹出这样的一个对话窗口。 你可以在这儿来选择, 比如说我们选择产品系列, 然后呢选择这个man。 那就是我们直接定义到了这个男装的这个产品系列, 我们点击添加, 那这个项目就添加上来了。 同理呢, 我们可以选择女装。 然后呢, 同样产品系列。 女装。 我们可以继续去选择新到的产品。 产品系列, 新到的产品。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新建了一个菜单, 叫做new。 我们点击保存菜单。 然后呢,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位置,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在这儿, 菜单这儿呢, 我点击更改, 更改菜单。 大家会发现我们刚才设定的new呢, 就出现在这里了。 我们选择new, 大家会发现, 哦, 那这个三个就出现在了这里。 这三个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定义的啊。 我们现在选, 点击选择。 然后呢, 我们发现对这个顶栏的这种设计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选项。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想更改一些样式。 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我们叫做我的商店, 这是其实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商店的logo的位置。 它有几个选项。 现在呢, 选择是中间, 居左。 我们可以选择顶部, 居中。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我的商店的灯呢, 就是在中间了啊。 我们还可以选择左上方, 顶部居中啊, 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去更改你的logo。 我们现在呢, 在这儿有一个叫模板设置这个链接呢, 我们点击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更改你的这个logo。 我们选择图片。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添加一个我提前给准备好的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我们选择完成。 那么呢, 这个logo呢, 刚才我的商店呢, 就会被替换成为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图片。 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网站的图标图片。 在这儿也可以选择。 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图片呢, 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绿色的shopify这个图片呢。 它是一个32乘以32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图片。 这一般呢, 都作为你的logo的一个缩小版。 然后呢, 放在这里。 也可以比如说是一个S啊等等的。 这样呢, 就放在这里呢, 做这个标识来使用。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儿上传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呢, 点击保存。 我们现在呢, 再次回到这个主页的这个编辑区。 我们现在点击这里。 那我们logo已经换完了。 那我们的这个导航条也更改过了。 这个导航条呢, 还有一些细微的更改。 比如说, 我把它变成抽屉。 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 这样的一种设计风格。 平时呢, 这种方式更明显一些。 我们说完了顶部设计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到下面的这个footer这个区域。 这样中文呢, 它叫夜角的区域。 这个地方呢, 它现在设计的是一个收集电子邮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客户们可以把自己的电子邮件输入到这里, 然后呢, 你可以定期的给他们发送邮件。 在这里呢, 除了电子邮件的功能呢, 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加进来的。 打个比方说, 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勾选自己想要显示哪些的内容。 比如说我想显示社交媒体图标, 那我们就保留这个。 那比如说你有多语言的设置呢, 多国家的选择呢, 你可以在这儿选择国家的选择器。 那不要的呢, 我可以把它都关闭掉。 比如电子邮件, 我也把它关闭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社交媒体图标。 那想设置社交媒体图标呢, 我们会点击这个模板设置。 自动的呢, 就会跑到我们的这个模板设置中的社交媒体区域。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社交媒体, 比如说在这儿。 比如说填写任何的东西呢, 你其实填写任何的网址呢, 你都可以在这儿把相应的这个图标呢, 展示出来。 这样的话呢, 在我看来, 如果你有多平台的营销计划的话呢, 那这个位置呢, 是显得在这儿, 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选项。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显示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图标, 非常的方便啊, 不需要自己去选择这个小图标, 然后来自己手工的定义。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比如说在这儿呢, 大家经常会发现, 我想去除这个Power吧, Shopify怎么来去除。 我们很简单, 我们点击保存, 然后呢, 我们点击退出。 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点击这个三个点, 然后我们得点击编辑默认默买内容。 我们在这儿呢, 直接搜索Power。 大家会发现啊, 在这儿有一个这个Link下面呢, 有一个Powered by Shopify。 然后我们在这儿呢, 直接把它改成一个空格, 然后保存。 然后呢, 我们在前台刷信一下, 大家会发现啊, 那这个Shopify已经消失不见了啊。 这是大家可以最大化的优化自己的这个品牌展现度啊, 非常容易的方式。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呢, 这个商店呢, 就已经做了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去编辑。 大家已经知道, 那我们的首页档条, 包括我们的这个模块, 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去添加自己的产品, 添加自己的品牌元素等等的, 非常简单。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这个在线商店, 让我们继续进入这个编辑的页面。 我们呢, 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接触过的一个项目啊, 叫模板设置。 点这个模板设置之后呢, 实际上, 我们刚才在零零星星给大家介绍的很多的设置呢, 在这都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入口。 比如说, 我们刚才更换logo的入口, 包括我们设置的这个网站图标啊, Facebook icon的这个入口, 都可以在这设置。 包括颜色, 我们现在这个颜色呢, 是主题自带的一些颜色。 当然了, 我们可以去更改整个主题的颜色, 还可以完全添加自定义的这个配色。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黑白蛮好看的啊,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去更改。 但是呢, 如果你有品牌的需求, 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 你在这完全可以更改自己的这种整体的配色。 但是呢,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其他的主题呢, 我建议尽量的不要去, 因为你看到主题的配色, 往往是经过一些调整的, 所以呢, 可能搭不起来更好看。 但是如果你有想法, 在这完全可以实现。 还有版式, 比如说我们版式就包括了, 比如整个网站的字体, 我们可以更改字体, 也可以更改字号等等,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调整。 包括等等, 包括布局啊, 包括按钮啊, 包括比如说什么叫按钮呢?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button, 这些样式, 这些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详细的去自定义。 这些自定义呢, 包括品牌信息等等, 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了社交媒体等等等等, 这些定义呢, 就可以详尽的去优化你自己的这个网站, 让它更符合你的品牌, 更符合你的销售的区域等等等等, 这个地方是大家经常会来访问的地方, 因为太多太多的选项, 没法一一的给大家详细的去演示, 但大家相信已经明白了, 到底如何去操作在这个区域。 那说完了前台呢, 我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后台啊, 在这还有一个问题啊,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在这呢, 我们有个箭头, 在这里边我们有很多的选项啊, 我刚才给大家一直在首页的这个区域, 当然了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进行编辑, 比如说我们想编辑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编辑产品的页面, 或者是产品系列的页面, 比如说我想编辑产品页面, 那我们点击这个产品, 然后再点击默认产品,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产品的编辑页面, 这个产品的细节的编辑页面, 这里边呢, 我们也是都是模块的形式, 每一个模块呢, 你可以进行修改, 甚至添加删除都可以, 比如说甚至在这个产品页面呢,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新的模块, 比如说相关的产品啊, 这是系统的默认的模块, 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图片啊, 文字啊, 都可以去再添加到每一个产品的字页面中, 所以呢, 这是非常强大的, 在产品的详细的详情的介绍页面中呢, 你也可以去随意的自定义你的显示内容, 这也是非常强大的, 包括在这呢, 我们可以定义其他的, 比如说除了主页以外的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联系我们的页面, 这个页面呢, 是Shop自动生成的一个页面,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也可以去进行增加删改啊, 比如添加分区, 他在这呢, 他可以增加公告栏等等等等, 其实你会发现Shopify的已经把它做得非常简单的, 在这个里边你可以增加什么内容, 他可以直接给你添加进来了, 所以呢, 不用去思考后, 也许这个做出来不好用, 这个问题不存在啊, 好了, 那介绍完了前台之后呢, 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整个商店的一些设置, 我们来到整个的这个操作的后台, 我们点击设置, 第一个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呃, 我们呢, 在整个的这个介绍的过程中呢, 用的是中文的页面, 因为我给大家做这个适用的这个链接呢, 就是针对中国用户的, 所以呢, 呃, 针对中文用户的啊, 所以呢, 呢, 它是相当于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呃, 语言直接定义成了这个中文, 包括后台和前台的语言, 但是呢, 社会饭是可以分开设置语言的, 我们现在在后台点击语言, 在这呢, 你会发现, 呃, 我们呃, 就是一发布的语言呢, 就是简体中文, 我们在这呢, 有能力去修改前台的语言, 也就是说客户看到的语言, 那我们现在呢, 大家看到已发布的语言, 就是前台的语言, 那我们在这已经看到了, 它是对客户可见的, 我们在这呢, 可以更改默认的设置, 然后呢, 我把默认的这种语言呢, 改成英文, 往前达保存, 大家会发现, 现在已发布的语言变成英文, 但是我们的后台呢, 其实还是这个中文的啊, 那我们的前台语言呢, 就变成了英文, 在设置了这个英文之后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哈, 我们呢, 先来到下面的一个叫做政策,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我们是对客户来说非常的重要, 这里边包括了我们的退货的政策, 包括服务的政策, 物流的政策等等等等的, 这里边呢, 我们需要设置, 但是呢, 在纯中文的页面下呢, 我们是没有模板可用的, 因为刚才我们给大家把前台的语言改成了英文, 那现在呢, 我们有模板可用, 我们可以点用模板创建, 系统呢, 会自动用英文呢, 给我们生成一个这个模板, 服务条款也有, 物流政策呢, 是没有的啊,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定义的这个来填上就可以了, 联系信息呢, 也可以用模板创建,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把它完成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你有自己更好的这种policy, 你可以在这来去更改, 就会更好了, 我们点击保存, 然后呢, 在整个的这个设定的过程中呢,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呢, 都可以去设定, 比如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设定的商店的名称, 他商店的名称呢, 实际上我可以在这可以修改, 比如说我的商店叫做梧桐, 假设这是我的这个商店的名称, 当我更改了商店的名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店铺, 在最下边, 原来我们有一个叫我的商店, 那就变成了梧桐Fashion, 这是自己的这个商店的名称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呢, 还有我们重要的选项, 比如说我们商店的货币, 比如说因为我在加拿大, 他自动设定了这个加币, 因为这个基础的货币啊, 然后呢, 还有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收款, 非常的重要, 收款呢, 因为我在加拿大呢, 他是可以用Shopify Payments的, 特定的国家呢, 和地区是可以用Shopify Payments的, 如果你在的地区呢, 不能啊, 用Shopify Payments呢, 你可以用这个PayPal, 然后呢, 来去设定,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设定, 然后呢, 去完成PayPal的账户的设定, 这是来代替Shopify Payments, 如果你有条件用Shopify Payments呢, 那他这个会更加的方便, 因为这是Shopify自己的, 一种收获的方式啊,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还想给大家提及的, 一个啊, 就是发货和配送, 其实发货和配送呢, 实际上这里边包括了, 对针对你自己情况的, 这种发货的能力, 因为默认呢, 他会给了一些发货的规则, 比如说, 在这个常规, 他设定了一个发货的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比如说他是在加拿大国内, 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快递, 多少重量, 然后呢, 多少的时间, 这个是他自动设定的一种方式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修改,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 美国的, 他也是定义了这样的一个, 这种发货趋势, 因为呢, 在加拿大呢, 发加拿大本地和加拿大, 发美国呢, 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两个他是提前列出来了, 那还有一个国际, 因为我们要往国际上发货的话, 这个费率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呢, 现在他会提示你在国际上的这个用户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呢, 他是没法结账的, 在这儿呢, 你需要激活这个区域, 那比如说我们转到这个market, 那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在国际这里边呢, 我们要激活一个国际的市场, 现在呢, 国际是停用的, 我们点出活跃, 我们点击保存, 然后呢, 我们再次回到发货和配送, 大家再看到这个区域, 其实呢, 在整个的这个发货的定义里边呢,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我不想给大家太去展开这个区域, 如果大家需要对这个发货上有操作上的不明白呢,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我争取给大家单独出一期视频, 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来设置发货,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域名, 域名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网址呢, 是Suppify给我们的一个临时的这样的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并不是对客户很友好的一个网址, 我们可以在Suppify呢, 购买一个新的域名, 给我们点击购买域名, 比如说我们叫, 比如说那这个是存在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购买域名, 它的这个费用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对域名不是特别了解, 那这么购买的方式对你来说会节省你大量的时间, 然后呢, 你购买之后呢, 直接就会关联到你的商店, 然后呢, 直接可以启用, 如果你希望从其他地方购买域名, 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需要根据这个连接现有域名的操作, 一步一步把你从其他地方买的域名呢, 去跟你现在的这个网站进行关联, 实际上是非常的简单的啊, 那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操作了这么多呢,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 他建议我们操作的一些选项, 他在这呢, 都可以希望你一定要做的, 都给你列在右边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导航呢, 去, 去提, 去丰富你的这些信息, 在所有的都填完了之后呢, 我们其实在最后就可以, 在这推出你的在线商店,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测试订单等等等等的, 来确保你的这个商店呢, 是正常在运作的, 好了, 那我们基本上介绍了最主要的去设置一个Shopify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那现在呢, 我们在点击在线商店啊, 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商店呢, 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的对外公开的啊, 那我们点击删除密码, 那么呢, 这个商店呢, 现在才是完全的对外开放, 我们点击查看商店,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哦, 这个域名对外的显示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请你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会尽能力的去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您觉得你的朋友呢, 需要这样的一个视频, 也希望你能帮我们转发给他, 这样的话呢, 能让更多的人呢, 都能快速的搭建这样的一个网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